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会讲一个在项目当中非常常见的应用场景 就是当前我们做的是前端 对吧 我们相当于是一个客户端 然后经常情况下我们需要是从服务端去获取一些数据 对不对 这时候我们需要从客户端去发送一个请求 叫服务端 服务端呢 给我们响应对应的请求 把结果呢 反复给我们的客户端 客户端会把结果渲染到一面上 这个需求在项目当中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一般情况下我们作为前端的开发人员 一般写的都是客户端的部分 然后呢 后端的同事会写着服务端 当他写完服务端以后呢 会给我们提供一个地址 或者我们叫做API接口 对吧 然后在客户端调用这个接口 或者说有可能还需要传接经营的参数 对不对 这个接口当接入到这个请求以后呢 会把相同的数据反复给前端 前端应用展示 就这样一个在项目当中非常常见的应用场景 我们看一下对于这个场景 在View的实现项目当中 应该如何去实现 更主要的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在这样一个场景的实现当中 我们都会用到哪些ES所提供的新特性 我们看看当我们用ES新特性 来实现这样一个非常常见的场景的时候 我们的代码是不是更加的简洁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打开我们的代码 这样既然在我们的项目当中 我希望显示出用户的列表 因为一会儿我会给大家提供一个用户信息的 这样一个服务端接口 那这样的话 我在这边是不是可以配置对于用户的一个目标地址 然后指向它所对应的那一个主件 因为在View中叫做主件化的开发思想 指的是在项目的每个部分 其实用到的都是主件 回到我们代码 大家看 在整个SRC的根本国下 有个文件叫做app.view 这个文件相当于是一个总的入口文件 大家看这边 rootlink 其实这个相当于是在viewcli里面 自定的一个组件 或者说你可以解析成这个标签 它在解析成LT码的时候 会被解析成对应的一个A标签 A我们总认识吧 叫做锚点抽链接 大家看home about 是不是都是两个锚点 两个抽链接 对吧 这边对应的标签叫做 rootlink 当然rootlink 这段期肯定不认识 这是view里面 自定义的组件 它在解析的时候 解析成A标签 如果我想显示成用户列表 大家看 在这边 比如说我把home 改成对应的用户列表 这几个字 当我保存以后 大家看我页面上 是不是就会显示出用户列表 但是当前我这个地址 所谓对应的组件 是不是显示是这样一个内容 我希望指向的是一个 user这样一个页面 那怎么办呢 大家看 在rootlink这个组件 下面是不是有个叫做to 这样一个属性 to就是do的意思 后面是不是有一个字不串 这个字不串 其实指就是 刚才我们在 router index.js中 对应的path 这样一个诺境 所以当我们点击 用户列表的时候 它相当于 触到斜杠 这个path 那斜杠path对应的是谁呢 对应的就是 index.js 在这个里面 path所对应的 这样一个 组件的地址 那现在我们不想要home了 我把这个home 我给它注释掉 大家看 我现在要在views下面 右键 新键一个文件 我们叫做user.view 大家注意 一般情况下 首字母是大写的 大家要符合这个规则 回车 这时候文件 整个是不是空的 对吧 我们前面给大家推荐过 在我们的 vscode里面 去安装view的一个插件 对不对 大家看 如果你安装好插件以后 我们直接输入vue 大家看 这时候其实 在这个最上面 有一个叫做 viewwithdefault 这样一个模板 大家看 你就选择这个 键盘呢 选择这个 回车 这时候能看到 它能够自动的生成 view这样一个模板 包括三部分 刚才我们说过 tumblit 指的是我们的 r天板的部分 script呢 指的是我们的gs部分 style指的是我们 css样式的部分 当然 你看这边 是不是下滑线 有些错误 其实这都是 eslint 预法检查 所提供的一些错误提示 当我手机放上去的时候 你能够发现 当前tumblit 这样一个根本录 需要有一个 这样的元素 对不对 所以说在view里面 每个tumblit的下面 必须有一个根元素 比如说我们写一个 dnv 然后呢 controls保存 大家看 这时候代码提示 是不是就没有了 对吧 OK 比如说呢 我们写几个字 比如说 用户 信息 保存 当然我这边 创建好user.vue以后 我们是不是应该在 router下面 你在gis当中 把它引入进来 怎么引入 使用的就是我们前面学的 eis新特性 关于模块化的 这样一个语法 import 大家看 我既然要导入一个模块 那在另外一个地方 这个模块 是不是得先export导出 我这边才可以导入 对吧 大家仔细看 user.vue 这边是被我叫做 export.default 这个语法也很熟悉 eis里面也讲过 这是不是对于模块化的导出 而且default 叫做默认的 还记得我们讲过 如果是默认的情况下 那当我导入的时候 我是不是可以 随便自己起一个名字 对吧 如果你不是default 那这个名字呢 可能导入跟导出 两个名字 必须得是对应上 这个还记得吧 那我们看 这边导出 那我在这边 是不是可以导入 然后起个名字 一般情况下 这个名字 都跟我们的文件名称 一般是一样的 这样的话比较好找 比如说我们就叫user 手头门大写 from from哪 点点杠 是不是上一集 上一集 是不是有个叫做views 的文件夹 在下面 是不是有个叫做 user.view的 这样一个文件 对吧 然后呢 这边因为没有使用 所以你看 它是个灰色 对不对 当我们斜杆pass 点击这个地址的时候 我希望它对应的组件 对应的是 user这个页面 那我说我把user 放到这个地方 就可以了 保存不到页面 大家看 用户列表 对应的是不是就是 用户信息了 所以说 接下来关于 获取用户信息的代码 我们是不是应该在 user的view里面 去写我们当前的代码 对吧 这时候大家想一想 刚才我在PP当中 画那个流程 当前我们做的 就是前端 或者我们列列成客户端 我们客户端 竟然要向服务端 发送请求 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种 发送请求的方式 对吧 前面我们在课程当中 自己封装了一个 RX的方法 那是原生的方式 去发送这种请求的 没有问题 然后呢 在view里面 其实有很多这种 很成熟的 别人封装好了 这种插件 我们可以直接拿来用 然后我们看看 如何在view里面 使用这些方式的插件 发送请求 大家看 我们去安装的时候 在中端里面 当前中端里面的1 对应的是不是 NPM上45 启动了我们这个项目 对吧 如果你把它关掉 那这个服务 是不是就关掉了 所以说我们先不关掉 大家按这个加号 这时候你看 这边是不是有个2 说明当前 我又开启了 新的一个中端 OK 然后我们需要 安装一个 当前发送请求 这样一个第三方的包 叫做Axios Axios 这个也是view的作者 推荐的在view里面 发送请求 这样一种包 大家看 怎么安装呢 NPM install 刚才我说过 install可以解写成i 因为现在 NPM新的版本 已经就是这种 解写方式了 如果当前 你的电脑里面 你输入i的时候 报错 它不支持 那只能说明 当前你电脑当中 node的版本会低 还不支持这种 解写方式 大家看 然后呢 包的名称 叫做Axios 大家不要敲错 然后注意 后面需要写一个 --save 回车 这时候就在安装 我这个包 我说一下 刚刚save什么意思 我们打开这个项目的 根本过下 有个叫做 PyGridgest 这样一个文件 大注意 这里面有两个地方 一个叫做Dependis 一个叫做D1VDependis Dependis 这个单词 大家应该都认识 是不是叫做 EI的意思 对吧 那其实当前 我们这个Veux Ri交友价 都是基于 Webpack进行构建的 Webpack这个构建工具 其实分为两个环境 一个叫做开发环境 一个叫做生产环境 什么叫开发环境 就是我们项目在开发的时候 我们可能代码会有缩禁 会有空格 会有回车 会有出路提示 对吧 开发环境 正常我们写我们代码 那什么叫做生产环境 生产环境指的是 我们项目开发完成以后 是不是要打包上线 部署在服务器上 对吧 那这时候 当我们打包上线的时候 大家想一想 我们之前开发环境下 写的可能是 ES这些心理语法 但是流氧器不认识 怎么办 在生产环境的时候 是不是需要把它转化成 流氧器所认识的语法 对吧 另外可能需要 对我们代码 进行一些压缩 一些合并 以减小代码的体积 因为传输更快 对不对 所以说 可以很方便的把项目 分成开发环境 和生产环境 生产环境就是我们 上线的一个环境 大家应该能理解 然后defendase 指的是我们当前 生产环境下 也就是上线以后 对应的 EIS所认识的一些包 第一Vdefendase 第一V就是devangler 开发的意思 这下面指的是 当前我们在开发环境下 所认识的包 大家想一想 比如说ESLint 预法检查 你想一想 我们开发的时候 预法需要检查 对不对 你觉得如果我们项目 已经上线了 还需要对我们的 预法检查吗 很显然不需要 所以说 EISLint这个包 是被安装在 第一Vdefendase 也就是开发环境下的 进来 对吧 那我们再看 比如说 ViuCY ViuCY这个脚手架 当我们项目上线以后 我还需要用它吗 也不需要 只有开发环境下 才学用到 所以它也被安装在了 开发环境下的 进来 那我们再看 什么是生产环境下的 大家看 比如说 Router 那我们在项目上线以后 我是不是也要用ViuCY切换 对吧 是不是也需要用Router 进去切换 另外 刚才我们安装这个 iSales 它是用于发动请求的 那我们像我们打包 上线 部署在服务器上 当用户使用的时候 它是不是也要发动请求 所以说 对于这种需要 用户上线以后 还是需要 迎来这些包 那么我们需要 安装在 Defendase 也就是 生产环境下的 进来 所以说 刚才那个 杠杠C5 指的是 当前我们这个包 需要安装在 生产环境下进来 所以说后面写一个 杠杠C5 如果你这个包 只是在开发环境下 使用的话 那么在安装的时候 就是杠杠C5 再捧杠 DEV 它就会被安装在 当前DEV Defendase的效能 我相信你听懂了 对吧 如果你没听懂 再回去 再把我这段话 听一遍 这些其实都是 Webpack的一些 基础知识 如果当前已经安装好 这个Iseus 第三方的库以后 回到我们 Uner的VUE 这个文件 大家想一想 首先我要使用这个库 应该把这个库先导入 对吧 其实对于这些 第三方的包裹来说 它默认情况下 里面已经有 Export Default 已经导出了 所以说我这边 只要通过 前面学会的Import 导入就可以 给它起个名字 比如说我们还叫 Exos 然后我们谁呢 就是Exos 大家注意 这边不需要显勾镜 为什么 因为当我们安装的时候 它其实是被安装 到了Node Modules 这个文件夹下面 在这个下面的话 其实我们是不需要 直接勾镜的 只要这个名称和Package Jason 这个名称是一样的 就可以 就能引入 当然如果你怕枪梭的话 这边Ctrl C 到这边Ctrl V 就不会有问题 这边不忘了现实 因为当前这个 还没有引用 对吧 大概怎么用 在我们一个项目当中 有对应的生命周期函数 我们也叫做 钩子函数 这里面有钩子函数 叫做Crit 这个单词 是不是叫做 创建的意思 也就是说 当我们在项目当中 Crit阶段 它会自动的调用 这样一个函数 大家想一想 这样的情况下 这是不是一个对象 对象里面的方法 应该怎么写 是不是冒号 Function 然后这样就写 对吧 但是大家想一想 我们现在学了 ES新预法以后 对象里面的方法 我们是不是学过一种 简写形式 大家记得怎么写吗 是不是直接把 冒号的方式 都给它去掉 直接就 货号 大货号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保存 它会自动格式化成 ESLint 所认识的预法 OK 那这时候 我们可以在Crit阶段 去调用IceOS 向服务端 发送请求 那服务端接口在哪呢 打开这段期 这边大家看是 ESLint 预法检查的问题 是IceOS It's Defended 已经定义 但是还没有调用 一会我们写完的时候 这个错误的 就不会有了 打开百度 大家搜索一下 Jayson Ice Hold 出车 它相当于是 在线的一个 免费的服务的接口 因为我们当前项目 并没有说 互端同事 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接口 正常的公司里面 一定是互端同事 给你提供一个接口 并且有相当的文档 你只需要调用接口 就能返回数据 然后这边相当于是 免费的一个 Moke的一个数据 或者我们叫 模拟的数据 点进去 我们看一下 很简单 大家往下找 你看在下面 它其实提供了 很多对应的接口 比如说 我们再选最后一个 Users 点击 其实它这个地址 就是当前 接口地址 这个接口地址 就会给我们返回 对应的一些 用户的模拟数据 当然大家能发现 我当前 A面上显示这个数据 是不是格式化完成以后 还挺好看的 是不是 那是因为 我当前 Chrome两期 装了Jayson 格式的一个 格式化插件 大家看这 这个插件就叫做 Jayson Viewer 因为当前 Chrome两期里面 安装这个插件 所以说 当它遇到 Jayson格式的时候 可以自动的 格式化成这种 比较好看的 如果当前 你的Chrome两期 没有安装这个插件 当前这个格式 可能都是 写在一起的 可能没有那么容易看 大家可以安装 这个插件 叫做Jayson Viewer 是Chrome的 一个快展插件 那我们如何 去使用这个地址呢 把这个地址 选中 Ctrl C 复制一下 我们备用 回到我们代码 大家看 在这边 我们既然要方向请求 那我们就调用 Exus 获取数据的方式 叫做.get 后面添入 当前我们要请求 这样一个 服务端地址 就刚才我们复制那个地址 在这边 这样一个地址 然后呢 我们先输出一下 这个返回值 让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直接输出 大家 可能从外国输出 保存 然后呢 回到我们的项目 我们点击F12 或者点击检查 都可以 点击Consol 当然这边 我再刷新一下 因为我一刷新 Em2重新加载 它就会触发 Create这样一个 构算击数 或者叫生物周期击数 刷新 大家看 这时候呢 在我们Ur.view 这个门键 是不是输出一个 Promise对象 而且它是一个 Panding的 大家记得这个吗 这也是我们在 ES6里面 学过的一个 新特性 对不对 Promise是对于 异步操作的 一个解决方案 它对于三个状态 Panding 叫做进行中 然后呢 是不是还有这边的成功 是fail的 失败叫做rejected OK 所以呢 我们能够发现 当前这个 IseUse的方法 它返回的是一个 Promise对象 对吧 那既然是一个 Promise对象 把这个输出源注释掉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 点什么 Zen呢 然后Zen里面 成功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参数 叫做RES 大家看 比如说我们这边 就打印出RES 那如果失败呢 是不是进入到 Catch 这边是不是ER 对吧 然后呢 输出我们的ER 大家注意 我们这边使用的 是不是都是 见读函数的方式 这是不是都是ES 新特性 那如果没有 见读函数 我们之前应该怎么写 是不是应该是一个 Function 括号 然后RES 是不是写在这个里面 对吧 当我们学完 ES新特性以后 我们这边 是不是就可以 简线成这种 见读函数的形式 而且呢 因为这边只有一个参数 所以说小括号 也可以不写 对吧 OK 这时候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再刷新一下 方向请求 请求个数据 大家看 在Date下面 是不是有很多的数据啊 点开这个Date 你能看到 这是不是个array数组 返回对应的 十条数据 这里面是不是有 对应的name 然后用的name email address 对吧 这个其实就相当于 从我们当前的 客户端 发送一个请求 到服务端的一个地址 服务端地址呢 给我们享用回 这样一堆数据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数据 渲染在我们的音面上 那就可以了 对吧 我们看一下怎么渲染啊 大家看 回到我们的项目里面 这时候呢 对于view里面 我们需要有一个Date 这样一个函数啊 大家看 比如说在这边 我定义一个Date 函数的话 是不是这样定义 对吧 当然 这个是不是也是 对象里面的方法 所以说 我们也可以使用 对象简介方式 把冒号和方程去掉 然后呢 这边的规定 一定要记住 在view里面 Date需要返回一个对象 就是固定写法啊 Date一定是返回一个对象 我说一下 为什么这样啊 因为对于 view的view这个文件来说 它有可能在很多地方 需要被定用到 然后如果 我们这边 比如说Date 如果直接就对应 是一个对象的话 比如说我这边 直接就写一个对象 那这样的话 如果多个地方 都引用这个Date的时候 不同的地方 对于这个Date 引用的是同一个Date 因为的数据呢 会产生冲突 但是如果 我当前 return的是一个对象的话 那每次return的 是不是都是一个新对象 这样的不同的地方 引入我这个 view.voe文件 就不会产生数据冲突啊 所以说注意 这边一定返回的是一个对象 所以大家看 我这边呢 可以变一个数组 比如说到user list 数值是一个空数组 然后我想把当前 返回这个数据 保存在 我user list里面 可以这么写啊 大家看 我这边通过 this.user list 就能够取到 当前这个下面 这个数组 我把res 下面的数据 复制给它 我们看数据啊 这个返回值里面 是不是有个data的数组 这里面 是不是才是我们要的 所以说我们取到res.data 复制给这个user list 这个数组 然后它怎么显示 in面上呢 大家看我们上面这块啊 比如说 当前我们用一个 url吧 大家看比如说 url 里面的每一项是个ry 当然注意 tum list里面 只能有一个根源元素 所以说外面呢 我们还需要套一个dnv 把这些都挪到dnv里面去 这是幻想 我们这边通过一个指令 就是view自带的 叫做v-for 这样一个循环指令 比如说 我们就用两个参数 一个叫item 内容 一个叫index 所以 in 循环谁就in谁 循环是谁 user list 把它放到这 这边呢 必须有一个 冒号key 就固定语法 这都是view的固定语法 key呢 里面必须是一个 当前对应的唯一指 index 所以 就是唯一指 我们把它写在这就可以 我们要显示的内容 用双画过号 或者我们叫做 插值 item 就是每次循环 变写数的时候 对应的数据里面的 每一个对象 比如说我们想取出 对象下面的 name属性 你就可以这样 item对对象 点儿 name属性 name呢 对应都是 数据里面的这个name 保存 回到我们的里面上 相信一下 大家看 这时候 这边是不是就能够 显出运功信息 对吧 如果你觉得前面这个点不好看 那是不是css 我们可以在下面 把我们的RI list style 把它设置成 none 保存 这时候前面的点 是不是就没有 OK 那这时候 我们是不是就完成了 从我们的客户端 向服务端 发动请求 并且返回数据 这样一个过程 而且我们也成功的 把返回这个数据 渲染到我们的里面上 看一下我们的预计 怎么写 大家看 当前我们发动请求方式 使用的是isus 然后我们发现 它返回的是一个 promise计项 这个我们很熟悉 所以说我们可以.zen 返回数据 对吧 还可以点catch 对吧 然后在这里面 如果成功 我们是不是把这个数据 复制给这样一个数组 并且把数组 循环变力的 显示到我们的一面上 这些都是view的语法 如果大家还是看不懂的话 可以去view的官网上 看一下它的语法 都很简单 然后我想 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这种是promise写法 大家想一想 我们是否有更优雅的方式 来处理这样一个 异步操作呢 当我提到这个的时候 我相信聪明的你 已经能想到两个词 叫做async await 对吧 因为我们说过 在异步操作当中 async await 这种异步操作的方式 是不是更加的优雅 这应该是在es8当中 我们学的一个es信息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 如果我们用async await 这种方式 应该怎么去写我们代码呢 大家看 这种代码我先不变 我给它复制 然后注释一下 这样的话 大家回去可以复习 再复制一遍 大家看 如果我们相当于想用async await的话 那首先 我们的函数 是不是应该 声明成一个async函数 对吧 当我发动请求的时候 这一堆代码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 不想 把它放在e 大家看 方式请求 这是不是一个 一步操作 我是不是等到 一步操作完成之后 把请求的结果 再复制给我当前 这个有的lis的一个数组 对吧 最初应该怎么办 一步操作 前面是不是需要加一个await 这边呢 比如说我们 Cons一个res 比如说它的返回值 我们输出res 看一下 来看我们页面上 小心 看一下这边 是不是也能够顺利的 输出这个数据 那这个数据 是怎么得到的 await的后面这个操作 是不是一个 一步操作 我们前面讲过 进await的使用的时候 await的单词 叫做等待 它会等到 后面这个一步操作 执行完成之后 再去执行 下面的代码 对吧 所以说 它等到后面请求完成之后 返回数据 把数据呢 复制给res 是时候 是不是 再输出res 对吧 如果你没有await的时候 大家看 如果没有await 保存 你看我们这边 小心一下 这边输出的 是不是就是 promise就像了 为什么 因为当我输出 这句话的时候 其实一步操作 还没有完成 对吧 所以说这边 一定要加一个await OK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然后呢 同样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 this.user.list 等于res.date 保存 这时候页面上 也能显示出去 OK 也没有问题 我们再看 对于当前 我们这个方式 还有没有更加 优雅的方式呢 大家想一想 大家可以想 res 是不是一个对象 对象下面 其实我们想要的 是不是只有 data这个数据 其他的反过 这些值呢 我们不太关心 对不对 所以大家能不能想到 它既然反回 的是一个对象 那么我们之前 讲过一个东西 叫做什么 还记得吗 有一个叫做 结构 复值 我们可不可以 用结构复值的方式 让我们当前 这个代码 更加的优雅呢 大家记得 结构复值 等号两边的结构 是不是要完全 匹配才行 这边返回一个对象 那我这边 是不是也应该 等于一个对象 然后在对象里面 大家想一想 对象里面 我们关心 是不是只有 data这个属性 所以说 我是不是要接收 data属性就行了 这时候我们输出 这个data属性 这个我们先注视一下 一会再写 我们看看 找到这个data 是什么 小心一点 我们看 输出这个data 是不是直接对应 就是我们想要这个数据 对吧 也就是我们通过 这样一个解构复值 直接解构出了 我们想要这样一个data 你这样更简单 我们在下面 是不是 this.user list 直接等于这样一个data 是不是就可以了 大家看 是不是这边 直接就能输出 当前用户的信息 所以大家发现 整个的代码 更加的简洁 我们梳理一下 整个需求 大家看 在我这个页面当中 我是不是想在这个页面里面 去显示当前 用户信息的 这样一个列表 对吧 然后我们安装了 一个第三方的库 叫做isels 我们通过es6 这种模块化的方式 把它导入 接下来 大家看data 这边我们使用的是 在对象当中 里面的一个方式 的写写形式 对吧 然后我们最开始讲的是 当我们发生请求的时候 是不是用了promise的方法 这都是我们新讲的es 信息性 对吧 -zen 进入成功 -catch 是失败 OK 我们这样写完以后 都没有任何问题 接下来我们又考虑 有没有更加优雅的方式呢 我们想到了在es8当中 学过的async await 这种逸步方式 更加优雅 因为在上面这种 promise写法当中 它是不是还有一层 回到权数的写法 但是在我们async await这种写法当中 整个写法 完全跟我们同步的写法 是一样的 它会等到当前 await的后面 这样一个逸步套路 进行完成以后 再去复制给这边 而且我们后面 再次优化的时候 是不是用想到 可以使用前面学过的 解构负值 这样一个es的新特性 直接在这边进行解构 否则之前我们还得 取到res 在res点data 非常麻烦 这时候大家看 对于我们这个需求 直接只有两行代码 就完成了 我们这样一个需求 所以大家看 在这样一个 简单的功能里面 其实我们用到了很多 前面学过的es的新特性 所以说通过 在项目当中 非常常见的一个例子 从客户端 请求数据 到服务端 如果把出去请求上来 然后渲染到阴面上 这样一个项目当中 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需求 我们能够看到 es新特性 其实无处不在 而且什么阶级新特性 我们代码 非常的简洁 代码可读性 也非常的强 这样的代码 对于以后其他同事 要维护我们的代码 其实也更加的容易 所以这都是es 这些新特性 在我们实践项目当中的 一些应用场景 这个大家是一定要掌握的 所以客户 大家一定要去多加练习 按照我们一样一步一步的 先写一些prime写法 再考虑 有没有优化的方式 有没有更加意外的方式 一步一步的 来对我们代码信息 优化 大家看后 一定要多加练习 那么大家继续加油吧 我们下期再见